上禮拜开始讲是自然语言处理 上禮拜我们稍微举了一个自然语言处理的例子是 ELISA这个城市 ELISA这个城市是1960年就被发展出来的一个很简单的城市 上禮拜我们有做十座 这是我们上禮拜所讲的内容 ELISA的交谈城市它是用规则比对的方法 那它是一种非常浅诚的理解 基本上几乎是没有理解的程度 但是它可以跟你对话 跟你对话 怎么对话呢 我们写了一个叫chatbot.c的这个城市 这个是模仿ELISA但是是中文版 那这是聊天机器人输出的讯息 那两个键号在后面是你打入的对话 那你问他你是谁 他会回答说你认为我是谁 那你问他电脑吗 他说你说的电脑是指我吗 说是指你啊 他说别说我了谈谈你吧 然后你跟他讲今天真糟糕运气不好 他问你为何不好 我的好朋友不理我了 说你的好朋友不理你了 他生气了请继续说下去 我们吵架了 你们为何吵架了 为了一包泡面 想多聊一聊吗 不聊了 为何不聊了 因为心情不好 为何不好 再见 就结束了 OK 那这个城市呢 城市码也不长 其实规则比城市码还长 那规则的部分 其实我们上礼拜的意思是写在城市里面 直接把规则写在城市里面 而且特别卫视议员设计过 所以用percentless 那这样的结果我们会看到 OK 他可能会有一点小小的问题 如果你用big5去编码的话 因为big5编码的话 编译器会有一些充码的问题 那如果你怕充码的问题 就可能要把这些资算从档案读进来 那上礼拜我们也写了一个 从档案读进来的版本 那不过放在城市里面 感觉比较简单一点 不用再读档 这是所有的规则 那接下来呢 就有几个函数是常用的字串函数 像把某个字串取代成另外一个字串 那那个delay就是让他跟你聊天的时候不要0.01秒就跑出来 你会觉得他根本就不是人 如果0.01秒他就回答你 那你真的一定会觉得他不是人 所以就延迟 所以就延迟 那另外就是我们主要的程式在这个answer里面回答的这个对话程式里面 那这里排版好像没有排得很好 所以有点乱 那这个主程式就这样就是get一个question然后就answer 就这样一直get answer gets answer就这样 那最后如果是再见就结束了 那这是一个各位看这样好像真的可以聊天 但是事实上呢 他的规则你可以看到 你只要说了有谢谢这个词的话 他就跟你说不客气 只要有对不起抱歉不好意思 他就说别说抱歉 别客气尽管说 其中选一个 如果两个以上就选一个 乱述回答你 那如果你讲可否可不可以什么什么的话 他就会会回答你说你确定想什么什么 比如说我可不可以 我可不可以跟你要钱 然后他说你确定想跟我要钱 但是他会把你改成我 最后会把你改成我 那我的就变成你的 我的小狗不见了 然后他就会说你的小狗不见了 问号 OK像这样子 那所有的都是这样混过去的 那所以这是一个很浅诚的对话程式 事实上他并没有了解你到底讲了什么 只是他抓到一两个关键字 然后根据那一两个关键字 他就回答你一些模拟两可抽象的话语去导引你 让你觉得说他真的了解了你的话 OK 那这是一种聊天程式的做法 但是这种聊天程式 但是如果你看了他的原始程式嘛 你就会发现说 这真的有在做聊天吗 他真的有了解我说的东西吗 那但是其实哦 我要说的是 现在有一些技术 他真的用在很不错的应用上 但是事实上他的方法并没有脱离这个Elisa 有多远 像那个苹果的Siri 基本上我觉得他跟这个Elisa还是很像 你说台积电他就帮你找股票业 OK 像之类的这样子的东西 比如说你说我要从这里到那里 那他就帮你把地图秀出来 然后显示这里和那里那两个点 OK 那这种东西其实你会觉得 他并没有很深入的了解你所说的话 那但是事实上电脑好像目前也只能做到这样 那如果要真的比较深入的了解 人所说的话 那那个东西其实会 目前而言的话 其实没有办法在一个很广泛的领域做 在一个太广的领域的话 其实是目前几乎都做不到的 但是在一个比较广的领域 就只能够透过像Elisa这样子的混的方式去混 但是呢 如果是比较窄的领域 一个很窄很窄的领域 有时候我们可以做出一个 针对那个很窄领域 还蛮好的系统 那这里我们举一个例子就是 Baseball棒球问答系统 那这个是针对美国职棒来做交谈 那你问的问题只能是美国职棒的问题 其他的问题不能问 你问了他也不会有反应 那只能是美国职棒的问题 那这一个城市基本上是 也是196几年 就由我们从第二章就开始讲的那位 就是语言学的大师Chomsky 跟他的学生一起做的一个系统 那叫做Baseball 那Baseball这个系统呢 我们来看一下他怎么做 他跟Elisa稍微有点不同 他的了解比较深入一点 那为什么他了解比较深入一点 因为他只针对棒球的资料库来做回答 那这里他首先他有一个棒球资料库 那你回答的内容限定在这样一个资料库里面 所以他使用的格位只需要是 这些跟棒球有关的格位就可以 那基本上他的资料库呢 就是说在什么地点 然后几月 几年几月 然后呢 地几场 几月几日的地几场 然后呢 他说 谁赢 是几分赢的 那谁输 是几分输的 那所以这里就可以看到波士顿队 在7月7号 第96场 在波士顿的比赛 7月7号 第96场 是红袜队5分 阳基队3分 OK 所以是红袜队赢 阳基队输 OK 像这样的资料 那当然有很多 不止这几笔 有很多 那这样的记录呢 Baseball他就提出了一个说 那我们怎么样子来做这种棒球比赛的问答问题呢 他提出一个称为规格串列的东西 然后这个规格串列的资料结构 用来进行填充机制 那就像我们之前讲的栏位填充的那个机制一样 那以下这个表就是根据每个问题所建立的规格串列表 那这里 比如说这样 Where did the Red Sox play on July 7 那他就说 红袜队7月7号是在 哪里比赛的 那他就会建立一个规格串列 这个规格串列会变成说 对是红袜 地点是 这个地点可能写错了 地点应该是写 地点应该是问号才对 地点应该是问号 那month呢就是7月 day是7号 所以这里有一个问号地点 那也就是说他回答的就是这个地点 那接下来 What team won 10 games in July 那他就会转换成的规格串列就是 Team winning等于问号 这就是要问的问题 那Game number of等于10 就是赢了10次 赢了10次 那month等于July 是月份是7月 那这样要怎么样子 才能够从这个问题把它建成规格串列 那一个办法是使用字典查询 那对每一个字都定它的意义 那比如说什么字代表什么意思呢 在棒球的这个领域里面 只问谁赢谁输的这个领域里面 那Team其实它的意义就是 它的Team等于谁 比如说红网RedSax Team 那它就是Team等于RedSax 就是Team等于红网 那如果看到RedSax 红网这个词呢 其实它就知道说Team等于红网 那Who呢 Who的意思就是说 到底那个Team是谁 就是是哪一对 它不会问人 不会说哪一个人 因为它规定的是一个很窄的领域 只有这个资料库相关的东西 所以它的Who其实一定是指Team 不会是指People 那Winning代表说它是个形容词 Winning是谁赢谁输 Boston代表它地点是Boston 但是这里有一个不同的语意 它可能是地点是Boston 就是地点是波士顿 或者是它指的是波士顿市的那个队 波士顿的那个队 那波士顿的队其实就是红网队 所以它这个波士顿其实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是地点是波士顿 第二个是比赛的地点是波士顿 第二个是那个队是红网队 OK 好 那像the did这些灌词或者是助动词 其实在这个资料库里面 我们可以忽略它 认为它没有意义 所以接下来它如果要去解读像 How many games did the Yankee play in July 就是羊鸡队在7月的时候打了几场 那像这样的问题呢 它就先第一步把问题读进来 How many games did the Yankee play in July 那第二步呢 查字典 把这里每一个字 它字典的意义都查出来 所以它就查出 第一个 How many How many这两个字变成一个词 这个词呢 它的意义就是形容词 number of等于问号 它已经建了这样一个 每一个字都有一个意思 How many就是number of等于问号 那games呢 就是game game等于blank blank就是还不知道 但是它跟狼位game有关 那did在这里没有意义 the也没有意义 Yankee team就是羊鸡队 就是羊鸡队 好 play没有意义 然后呢 ing没有意义 gelly的意义就是 它的月份就是7月 月份就是gly 好 接下来呢 要见短语 然后 以便它能够建构出一些修士词 那就是how many games 那 did the Yankee play in July 那它这里how many games 变成一个短语 the Yankee 变成一个短语 in July 变成一个短语 ok 好 那它们会加一些标记 用X或者是Y 代表它那个短语是什么属性 它也是什么属性 好 接下来呢 就是做内容分析 那内容分析 它会根据字典的语意来组成正确的规格串列 例如上列的Boston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那它有两个意义 一个是波士顿这个地方比赛 另外一个是波士顿队 波士顿的队就是红 就是红哇队 所以 在这里 我们看到 ok france 就是刚刚这个how many games 它在问的是 games number of等于问号 就是说 这个 games打了几场 然后number of就是 games是比赛 然后number of是几场 等于问号 这是how many games的意义 那did 没有意义 the yankee the yankee 就是team等 yankee ok play 没有意义 好 in july 就是month等于july 那接下来呢 它就去取得 从资料库里面取得记录 取得什么记录呢 team等 yankee的记录 而且month等于july的记录 所以呢 它会取出team等 yankee team team 里面 赢的和输的里面 有yankee的 然后呢 month等于july 就是 月份是7月的 所以它取出来就只有这两笔 好 只有这两笔 ok 好 那回应的时候呢 它就直接显示出 截取出来的记录笔数 好 那就把它count一下 好 就回答 to games ok 所以 问句是 问句是 how many games did the yankee play in july 回答是 two games 看起来蛮合理的 感觉它也有了解到你说话的意思 ok 但是 这个东西只限于 跟这个表格有关的问题 跟这个表格无关的问题 它既不了解也不会回答 ok 有可能 有可能 你问无关的问题 也有可能它会回答错误 它会认为是跟这个表格有关的问题 ok 那大概是这样 所以 这个是一个比较深层的 不像那个Eliza那样子 是比较 比较 用混的方法混过去的 这个 就比较难混 好 那所以这个Baseball这样的系统 是属于比较深层的交谈系统 好 但是针对的领域呢 是 一个 非常非常 非常限缩的领域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 自然语言处理 除了像这种用规则比对的方法 用规则比对的方法 好 规则比对法 之外 自然语言处理里面还有一种方法 是使用 几率统计的方法 那所以我们要来看一下 几率统计在自然语言处理里面怎么用 那这边呢 我们举一个例子 在几率统计 用在自然语言处理里面 在中文上有一个很 很不错的一个例子是 它可以用来学习哪些是词汇 哪些不是 那通常你一本词典 就算你再怎么收 你收了十万字 但是事实上你真的拿去分析文章的时候 我会发现文章里面总是会有一些词 是你没有收到的 譬如说 人名 你不会把全天下的人名都收到 OK 地名 地名要收到比较容易 但是还是有很多奇奇怪怪的小镇 街道 你是不可能收到 那还有像 像 时间是比较容易的 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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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通常还比较好收到 但是也有些物是没有办法很清楚的收进来 所以这里中文处理的时候 你总是会有词没有收到 这个在英文上面就不是问题 因为英文的词按词之间有一个空白 或者是标点符号会分开 所以你只要看到两个空白 或空白跟标点符号中间夹的东西 你通常就认为它是一个英文词就对了 但是中文不行这样 中文中间都没有断 所以像我这里这篇文章好了 有语有空白与标点 这样算不算一个词呢 还是语有空白算一个词呢 你会发现只有空白才算词 其他的这前面几个字其实都是虚的 所以当你在处理这样的一篇文章的时候 到底什么是一个词 这是中文处理上面往往会碰到的第一步的问题 但是这个问题呢 感觉好像也不太难 但是又没有很明显的方法可以解决 那所以呢 在我那时候在中文院当研究助理的时候 大概已经几年了 1996年 1996年 你现在已经16年前了 哇不得了 16年前呢 我还在中文院当研究助理的时候 简历峰在中文院当驻研究员 那简历峰是谁 可能各位 各位如果 如果对产业界常常去看一些杂志 你就会知道说他是那个现在Google台湾的执行长 就是Google在台湾这个部门的领导者 那他那时候在中文院的时候 他就有一年他提了一个方法 那后来这个方法就发表在这个ACM的SIGIR Conference SIGIR研讨会 那这是针对全文检索 那特别特别专注在全文检索这个领域的一个研讨会 那他提了一个方法叫做PATRI PATRI-Based Keyword Extraction for Chinese Information Retrieval 因为他做资讯检索全文检索的 那他必须要知道什么叫做一个词 事实上到后来全文检索已经不做不管词了 后来全文检索几乎都是 只要一个字或两个字或三个字通通都算词 那通常取到两个字就够 一个字两个字都算词以中文而言 那但是当时他会碰到这个问题是 他还是希望说他是一个词我才收 他不是一个词我就不收 所以他就要想一个统计办法去决定 某个字串到底是不是个词 比如说什么样子算是一个字串 词会是个字串 但是会左算不算一个字串 会左右算不算一个字串 其实都是字串 但是是不是词 会左右就不太算是一个词 那但是词会应该算是一个词 自由度或许算一个词 自由也算一个词 但是左右或许也可以算词 但是又字应该不能算词 ok 所以这要怎么样决定说一个字串 到底是不是一个词呢 那这其实不难哦 我们来看一些例子 你就会知道 ok 我们这边都是跟牛肉面 或牛肉有关的 句子 老张牛肉面很好吃 我们昨晚去吃牛肉面 妈妈买了一斤牛肉用来煮牛肉汤 牛肉面是中国美食 老李得了台北牛肉面节的首奖 今晚的牛肉汤很好喝 楼下老张牛肉面远近池名 我们昨晚去老张牛肉面吃晚餐 一起去吃老张牛肉面吧 好 像这样的句子 我们总共有只找出九个 我们随便举出九个 好 那但是呢 当我们想去看看说哪些东西是词 哪些东西不是词 我们就随便抽一些字串出来 ok 那我们来透过这些字串来说明一下 到底怎么样判断一个东西是不是词 根据什么 根据这些句子 好 根据这些句子 我怎么判断它是不是词呢 好 那第一个我们看牛肉面是不是个词 好 我们把它句子里面所有有牛肉面的句子 前后文都拿出来 那你会看到它前后面有 脏牛肉面狠 吃牛肉面据点 据点牛肉面是 北牛肉面结 脏牛肉面圆 脏牛肉面吃 脏牛肉面吧 那 那 这样牛肉面到底算不算一个词呢 没有办法 你 你 后面接了什么 后面接了什么 我通通都知道 但是你要问我它是不是个词 我其实不再知道 那 有一个办法就是 我们去找它左接了什么 右接了什么 而且接了几次 那 像这里 你会发现 那前面 左接 就牛肉面的左边 接的是脏脏脏脏脏 所以四个脏 好 吃 一个 据点 北 北一个 好 所以 它的左接词汇是 脏是次 吃一次 据点一次 北一次 它的右接词汇是 狠 据点 是 结 远 吃吧 通通都是一次 好 那这代表什么意义呢 这代表说 它左边其实 虽然脏是次 但是它其实是有一些自由度 因为它还有其他字 所以它还算自由 还算自由 那右边又很自由的情况之下 我们认为它的左右自由度都够大 那所以你就要有一个公式去判断自由度就对了 那这看起来也不难 就是 就是 要么你看总共接了几种 一个办法 第二个如果要做得更好一点 那你可以用 离散数学里面有一种叫entropy 不知道各位离散数学有学到这个东西吗 entropy 乱度 或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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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乱度 商在物理学里面也有 那 其实在电脑里面的商 其实是指资讯量 或者是 资讯里面 理论里面的资讯量 那 你只要计算那个商 大致上 商大于一定的值 我们就认为说 它自由度够大 好 那 同样的牛肉 你会看到牛肉的前面呢 就是 就是 这些 那 诶 诶 诶 OK 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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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 OK 还有好多 我发现我有漏掉一些 那 没关系 就是 就是 总共9句 所以这里其实有漏掉一些 那 反正你会看到 这里 这里 他 牛肉前面是 张吃 句点 北主的 张 张张 那 所以张四次 其他的呢 各一次 那 牛肉后面呢 接面的很多 接汤的也有两个 好 只有接面和汤 好 那还有一个是 接氏 接氏 这个我没有写到 有一个 接汤 接面 7次 接汤 两次 应该没有接氏 是 应该是接面7次 汤两次 好 那 这个呢 在左自由度上面 其实蛮大的 在右自由度 接面7次 接汤两次 其实 也算 自由度 不小 如果你用商的角度去看的话 那 再来看几个 左自由度 右自由度小的 像牛肉面结 牛肉面结 这个东西呢 它只出现一次 在哪里呢 牛肉面结 老里得了台北牛肉面结的首奖 好 北牛肉面结的 这是 这是 它的前后文 好 所以 只得到 北牛肉面结的这一次 所以 它的前面是北 后面是得 但是都只有出现一次的情况之下 我们没有办法判断 它是不是一个词汇 因为 样本太少 OK 那 再来 脏牛算不算一个词呢 你会发现 老脏牛肉出现了四次 而且呢 脏牛前面一定是老 后面一定是肉 那 这个 所以前面老四次 后面肉四次 这代表它的左右都很不自由 那 这应该不是一个词 那 老脏牛肉面呢 它的 前面呢 是据点的 去吃 其实蛮自由的 四个不一样 后面是很远吃吧 也很自由 所以左右 自由度够大 老脏牛肉面应该可以视为一个词 但是一般的词点会收老脏牛肉面嘛 应该不太可能 因为它会收牛肉面 还有 可能也不会收老脏 OK 所以 那老脏牛肉面就更不用说了 因为这个组合实在太多了 但是 在很 在某些文章里面 它就是 有老脏牛肉面的这一种 这一种词的话 你会发现说 哦 那它可能会出现很多次的情况之下 我们就可以抽出来说它是一个词 但是 就是 它不是完整的词位 它其实是某个词的尾巴 哦 词尾 那 老脏牛肉呢 因为它后面都一定接面 所以它左边很自由 右边不自由 那 这样应该是一个词手 而不是一个词 OK 所以我们只要把左右自由度都很大的拿出来 那这种东西通常就是一个词 OK 所以我们就可以用左右自由度的方法来进行计算 然后判断哪些字串是词汇 哪些字串不是词汇 好 那所以这个例子 好 那各位 其实要写这个程式并不算太难 好 那 我 我没有 没有时间可以用C元写 而且C元有个 有个缺陷 就是 C元没有杂错表 那一件的资料结构没有杂错表 所以如果我们要用C元写的话呢 程式会变得 要先写一个杂错表 程式就会变得 长很多 那 但是之前我曾经写过 像这个 中文词汇学习法 我们用简历封的左右自由度方法 抽取中文词汇 这里我是用C sharp写的 OK 那 这里我们可以 待会可以来试一下 让大家试一下 但是我先把它编译过 然后 待会再让大家试一下 那 这一个 我们把一个文章输入 把一个文章给输入 那 文章输入之后呢 他会去 他会去 去学出词汇来 然后 把那些文章里面的所有词汇印出来 那 我们 待会就来试一下这个东西 那各位 你也可以 你也可以先 先 看看 这样子 怎么实作 你先想想看 然后呢 待会我会给各位这样的诚实 那我先把这个网页呢 先 放到社团里面 那各位可以参考一下 如果你要写的话 该怎么做 好 那这是 我们的中文词汇学习法的 的网址 那这个程式 我待会改一下 拥写 我孕闻 我 女人 真 有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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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 我 我